大家好 又到星期一了 我們生童感受 有時會飄忽地在星期一、有時會在星期二 之前說笑說過 好像毛記電視6時半左右的新聞報道 我們是星期一、星期二左右 我大概是15分鐘前才下課 是由今早的8時多上到現在 今天是十三、四個小時 Hi Eddie 有些日子會是十五、六個小時 所以千萬不要覺得我去玩 因為I seriously am not 我來上課包括我上個月上課的 現在上課的、未來再上課的 都是會 benefit 到大家 I promise 是會對大家有幫助的 因為有些東西是可以 你可以在網上學到 你可以自己看書看得到 When I say online, I mean online courses 不是在Google搜尋到 然後變成專家 但有些東西是需要實踐的 譬如我們說草本學 當然你可以去藥財店 如果我說中藥 中醫的中藥 你可以去藥財店買到 但如果在荒山野良 你會否認得到他 所以會有些要實地的上課 其實我接下來都要做一件事 所以我會經常都不在香港 飛來飛去 我現在就在 我本身很不敢去一個地方 叫做巴里 我上個月也是在巴里 我上個月學的東西 等多一些朋友進來 我們先聊聊天 上個月我在巴里 想的東西是關於麥倫 但麥倫是加入古代神秘學的元素 如果你說我純粹是科學的 我不想聽那些 獨科學、藝科學 那這可能不是你 但如果你問我 我覺得他是很很幫助的 因為他解釋了很多東西 譬如你為什麼對著不同的人 你會有不同的性格層面 你會有不同的反應 譬如你會很被某些人吸引 很個人吸引 你對著他可能會有特別的 所謂的鞍春、千里百順 但你對著其他人 可能會變成別人 這個是原來是有得解釋的 麥倫這個系統 配合古代神秘學 我覺得是一個絕配 你將兩樣東西 你本來可能覺得沒有拉加的 但當你把它放在一起 是很驚訝的 我看到一個人分開說 但如果你把它放在一起的時候 可以解釋到譬如你和另一半的關係 怎樣去改善兩個人的關係 你怎樣去看這個世界不同的東西 你的健康層面 即是可以適合不同的層面 我知道之前我和卡路斯 抱歉了他的真名 不過他也穿了 所以就算了 即是李布甸 之前我們有適合 嘗試過說麥倫 但我想接下來我們會再嘗試深入地說 然後我深奏再做了聲音治療 如果做過討論的朋友都會知道 其實我會拿音叉出來 Yeah, I do that 接下來我會做workshops 我會專門提醒大家了解多些 什麼叫聲音治療呢 One example I could give you 你聽過超聲波 你知道傳統醫學西醫 怎樣去幫你整碎你的腎石和膽石 You probably could have guessed 就是ultrasound 超聲波 超聲波其實是聲音治療的一種 但你聽不到一個叫超聲波 因為你這個人的耳朵聽到二十至二萬 OK? thehertz 如果他是beyond那個人 那你就聽不到 但他可以用來震碎神石和膽石 然後 如果我再介紹一件事的時候 我會說他在不同疾病上的應用 OK? 但今集不是說一件事 我們今集會說別的東西 我們今集會繼續去說膽固醇 我知道大家已經聽到想找 覺得很痛苦 為什麼還在說話 但我們開了一個頭 就要說完它 我知道大家都覺得 為什麼這麼技術 我看到大家的反應 都是覺得 是不是比較技術 但抱歉 說這些題目 就很難說到很有趣 我會嘗試 但很難 我盡量嘗試 但是有難度的 OK? 我現在看一看大家的錄音 人數差不多了 我們就開始進入主題了 好嗎? 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 從之前的集數想問的話 OK? 可以問 留言給我 抱歉燈光很暗 因為這裏不知為何 不知為何 燈光浪漫 OK 等一下 等一下 OK 我今天收到一個聽眾的留言 就說 等我一會 先關掉這些東西 OK 就說 你店舖在賣的 油是什麼 橄欖油 是什麼油 這樣 但我看了 這個消委會的報告 出來 就是怎樣怎樣 我讀給你聽 好嗎? 是的 那就是 我聽聽你的節目很久了 以及介紹很多朋友 用新童的方法 但他們最近 我在你的網上 幫朋友訂了 但他們發現你網上賣的 不是要橄欖油 而是果汁油 我當然不知道怎樣解釋 其實 果汁油 即是橄欖油 其實橄欖油 其實有三種 一種 是extra virgin 即是 它是 比較綠色的 即是 像一種淺的墨綠色 它的味道 是很濃的橄欖味 很多華人不喜歡那種味道 然後就有第二種橄欖油 就是 就這樣叫做 pure olive oil 或者是 olive oil 你可以看到它是 淺一級的綠色 或者甚至是淡黃色 這個就是 第二次炸 第三次炸的 就是 olive promise oil olive promise oil 就是第三次炸 你看到我店裡 我包含兩種 當然你說 commercial product 可能還有第四 第五 第六種 什麼extra light 那些 那些你問我就不用理到的了 但是 我怎樣包含兩種 就是 extra virgin 和 cooking olive oil cooking olive oil 即是 olive promise oil 即是第三炸 extra virgin 即是第一炸 那它的分別在哪裏 讓我解釋一下 如果是extra virgin 它的燃焦點 它的炸點 即是無煙點 即是你把它放進烤鍋裡 去煮東西的話 它到哪個位置 就會有問題 就是191度 OK 為什麼會這樣呢 因為其實 你看到它怎麼會綠一點 而且味道會濃一點 是因為它裡面有很多 feto nutrients 這些是在植物裡面 裡面才存在的直化素 那些直化素 是對熱力 是敏感的 OK 即是它是 預熱的話 它會氧化 它會變 那關鍵就是 如果你吃一些 氧化了的食物 在你的身體裡 它就會 刺激到 一連串的氧化反應 OK 那我們就說 要保護免 如果是免費油離機的抽雜 女生要多吃菩提籽 維他病斯 當然這些是市場的 但是 這個 是正確的 但又不完全正確 就是當你身體有很多 澱粉 很多糖分 其實沒有東西可以保護你 OK 你會變得更快 你會衰老得更快 但是呢 那代不代表我生酮了 我不吃澱粉了 那我就 用初榨 橄欖油煮東西也沒有問題 那又不是的 因為 如前所述就是 它裡面的那種 有機的 天然植物成分 本身是抗氧化的 但一加熱了之後 它會容易氧化 它氧化了 進出你的身體 它就會 搶在你身體裡面 其他健康細胞的 粒子 就是那些 那些電離子 這樣就變成 你本身健康的細胞就受損 它就好像連鎖反應 這個壞了 又搶在旁邊 一直搶下去 所以 我們不想用 Extra virgin 因為191度 就不行了 就廢點了 不代表你去到191度才有事 它低一點 它是一直增加濃氧化 一直增加 它的氧化 一直增加 幾何 一直增加 所以你不想加熱 你問這些真的對食物有認識的廚師 都會跟你說 不要用Extra virgin 去煮東西 OK 好了 你猜一下 Promise 就是果渣由第三寨 剛才是191度 你猜一下Promise 會是多少 我看看有沒有聽眾猜到 你不要網上搜尋 你試試就這樣猜一下 我看有沒有留言 猜到 或者大約的範圍在哪裏 Pre-radicals Yeah We are well said OK 好了 我開猜了 其實就是238 大家看到238 vs191 是有一段距離 所以我們會用果渣油煮 我們不會用Extra virgin 不代表你不可以用 果汁油煮完之後 再用Extra virgin淋面 你可以這樣做 事實上 我煮東西 我是用椰子油 因為我經常說 椰子油飽和脂肪是92% 是最安全的煮食油 OK 但你又要看回 椰子油如果重新的 我所謂的煮食用椰子油 即是沒有味的那種 OK 它是232 但如果Extra virgin的 椰子油是177度 OK 你現在明白我想說什麼 就是它之所以會有這麼濃烈的 譬如椰子油的椰子香味 或者橄欖味那種橄欖味 是因為它裡面的植物有機成份 植物裡面的那種有效成份 當然它很好的 譬如保護心臟 或者有很多其他的好處 每種植化素都有自己的好處 所以它會有這麼獨特的香味 OK 所以我就說 為什麼人類不要偏食呢 就因為 好像我們以前 你說幾十年前 只知道有維他命這件事 都不知道有植化素 但是 橙也有維他命C 然後青椒也有維他命C 但是原來青椒裡面有另一種有效成份 是胡椒素的成份 在胡椒裡面也有青椒裡面也有 原來在檸檬裡面有種 也有檸檬、金骨類的Citrus family才有 所以它會給它一個獨特的味道 所以為什麼你說 不要說我不喜歡吃芽西 我不喜歡吃西芹 不喜歡吃西芹 你要知道它整個Platt family 即植物家族裡面 它每一樣東西 是有它自己獨特的性格 獨特的香味 獨特的效果 所以為什麼我們需要吸收不同的植物 之前也有聽眾問過我 就說 為什麼以前 例如愛斯基魔人他們也可以不吃菜 但是你叫我生童一定要吃 七至十杯 即是七至十個拳頭的蔬菜 好的 答案是很簡單的 就是環境污染 他們在那裡吃的東西是有機的 即是他們那裡吃的肉類 譬如那些叫純綠 就是拉聖誕農人的雪梟 就是很可愛的純綠 或者是海獅海豹 它們是不是cage的 即是它們不是在籠裡面飼養 那如果對這方面有些了解的人 就會知道其實籠裡面飼養的動物會有什麼問題 就是因為牠們逼得很近 他們沒有運動的空間 然後那個農夫不想牠們動 想牠們盡量有這麼逼得這麼逼 那你可以多幾隻 你多幾隻 你多幾隻就買多些錢 對吧 那好了 牠們沒有辦法動 沒有辦法去活動 希望可以儲肥牠 和可以多幾隻 但同事有一個問題是 就是牠們如果有病的話 會互相感染得很快 另一個問題是 如果牠們有傷口感染的話 就會發到很大 隔壁那隻也會受到波及 所以 農夫會給牠們很多消炎藥 給牠們吃 所以你說 艾斯基盤可以不吃蔬菜 對 牠們可以 你不可以 因為你生活在香港 你家裡有WiFi 你吃的東西很多 包括你以為很健康的 尤其吞拿魚 或者是 三文魚 最多是有重金屬污染的 OK 不要提到那些孔雀石鹿 然後那些蘇丹紅 不要說那些 鄰近地區的假食品 黑森食品 你要知道你現在吃的東西 第一 它不是我們自己的後花園 不是我們自己的後花園種出來的 然後用天然的肥料 放進去的 用那些肥料 就算你以為是健康的東西 OK 正如大家很多天 以前都以為過 吃蔬菜很健康 對不起 蔬菜很健康 說錯是生果 以為生果很健康 但是 我 跟別人說 吃水果不健康的時候 那些人都不明白 尤其是如果沒有聽過節目 可能是朋友叫他來找我 很簡單 如果你是一隻昆蟲 你會選擇 咬蒜頭 還是你會咬提子 你會選擇咬波西菌 還是 咬士多啤梨 你會選擇 咬 魚衣甘藍 還是 咬水蜜桃 所以 農夫養 種生果的話 他會噴上大量的農藥 殺蟲劑 抗霉 就是 蟹菌 那些 蟹菌 那些 藥物 所以 我們說 噴的是 蟹菌 殺蟲 蟹菌 就是 除野草 還有 蟹菌 就是 那些 霉菌 其實你吸收了很多 那些 蟹菌 你以為蟹菌 就沒事的 或者我用那些 很厲害的 專門洗蔬菜的 那種 去浸 那些 水果 就沒事 你可能會這樣想 但 可能你沒有了面子 但是 我告訴你 其實這些噴噴噴 它不只是噴水果 和葉 它噴的時候 是整棵 和噴的過程中 是泥土 都會沾沾 所以你想想 泥土 我沒有理由 我只是噴面子 我向上噴 沒有地心吸力 它不會流下來 你明白嗎 所以泥土 也有 你灑水的時候 在上面灑下去 那些水 浸下去 就連著 剛才說的 荷菌 蟹菌 蟹菌 落了根部 它整棵吸收 所以你以為 我 洗了 撕了皮 就安全 OK 蔬菜 為什麼會相對安全一點 是不是蔬菜沒有噴呢 不是 都有噴 但噴的量少很多 因為也是那句 如果你是蟲的話 你曾經吃過衰蜜頭 你都不會吃西芹 或者是乳衣甘藍 你曾經吃蹄子 就是要香一點 生果 而蔬菜 比生果 多了一件事 其實它有一種 植物的毒性 所以有些人吃某種蔬菜 它是會肚臟的 因為我們可以做一些測試的 但是想說的是 那些植物的毒性 它就是防止蚊蟲咬它 但是 生果普遍是沒有這件事 生果普遍就是 要靠香味 像花一樣 要靠香味 靠顏色鮮艷 去吸引小鳥 去咬它 吃它 將那些果實 果種子 丟到處散 你明白嗎 但是 蔬菜不是這樣做的 所以它們本質上 是很不同的 它的播種方法 明白嗎 好了 希望這件事我解釋給你聽 為什麼 我們生活在香港 打開水喉飲 可能是原水 空氣污染很嚴重 然後我們吃的肉裡面 有大量的抗生素和激素 所以我們需要大量的植物 去幫助我們排出 這一種的重金屬污染 為什麼我說我的金三角 是幾樣東西 就是我的金三角是這樣 就是生酮飲食在上面 咖啡罐腸和紅茶菌 我解釋給你聽 生酮飲食一定是最重要的 因為你要問我 是不是新興的東西 不完全 我們人 Homo sapiens 直立人 是 designed to eat this way 這個才是真正的古老 現在變時興 因為 你現在以為那些什麼 低脂 控制卡路里 這些東西 我想告訴你 It did not exist 80 years ago 在二次大戰之前 沒有這些低脂 減卡路里 不吃雞皮 不吃牛油 沒有這些東西 我之前也有提過 在之前的節目裡提過 就是說 以前的Cookbook 全部都叫你用豬油 牛的肥膏 然後牛油不是一斤斤落 是一磅磅落的 然後用Wipping cream Double cream Heavy cream 是這樣去煮 而那時候的心血管疾病 是相對低的 當然 其實我聽過之前那幾集 如果你熬得過 這麼技術的 就是medical jargon 你熬得過的話 你已經知道 其實心血管疾病和膽固醇 和飽和脂肪的關係 但是並不是我實在想像中的 OK 首先之前我們重溫 看看 就是說 你所謂的膽固醇測試 不管是Total cholesterol 然後HDL LDL OK 然後有什麼好對話的比例 這些其實 它根本不是膽固醇測試 是Lipoprotein測試 而Lipoprotein裡面 其實有很多東西 它不是只有膽固醇在裡面 OK 所以 如果之前有聽過 你應該有印象 其實是真的很頭暈的 OK 因為Lipoprotein 它裡面有幾樣東西 Protein Triglyceride Protein就是蛋白質 Triglyceride就是三酸金藥脂 你當是脂肪 然後有脂溶性的維他命 Froxfolipid 其中一樣東西 我不知道中文叫什麼 OK Colesterol OK 所以你想想 喂 你當它是5樣東西 Colesterol才是其中一樣 即膽固醇 是Lipoprotein的其中一樣 為什麼這個Test叫做LDL 就是Low Density Lipoprotein 它不是叫做Low Density Cholesterol 是Low Density Lipoprotein 你知道我沒有騙你 因為我們這個Test就叫做Lipoprotein Test 所以我就說 你做Test 其實你不如跟核子摸象沒有分別 你跟說 你問我 美國的空軍 不知道什麼 什麼隊 什麼號 對不起 我真的不知道這些 總之 美國的航空母艦 你問我上面 有多少人 可能有4000個海軍 有多少個已婚 我都可以回答你 正如你回答到Lipoprotein Test 裡面最大的Climomicron 有多少數量都可以回答你 但你要說到裡面的LDL、HDL 或者怎麼樣 其實就已經沒有意思 因為都說了 它一粒裡面有5樣東西 我怎麼知道其中一個比例是什麼 正如航空母艦上面 之前的比喻就是 有多少人可以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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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其實是 看到美女會看 都不知了 有多少人看到美女會看 但她不會有進一步行動 還是她看到美女會看 然後偷偷地問她拿電話 再加她Facebook 然後想跟她聊天 約她出街 然後會出軌 然後會拍拖 然後會純到我分離婚 你不能這樣去連結下去 所以我希望我以後做的 健康諮詢 不需要再做膽固醇 因為我講過很多次 膽固醇高才是健康 是好 因為身體很需要膽固醇 好嗎 如果現在正在聽的朋友 應該知道 我們會先在Facebook 然後我們需要大約一個星期的時間 甚至會更長 去做字幕才放上YouTube 所以如果你有朋友正在聽 而她會說 為何這麼久都沒有見過生童感受 是因為她只是訂閱了YouTube 她沒有讚好我們的Facebook 可能你要拜託跟她說 就說You like your like forum Fourum 你會收到通知 有Facebook Live 先喝一口水 OK OK 好了 我們開始悶過了 大家忍受一下 OK 好 很多人說 不要吃飽和脂肪 吃飽和脂肪會濕血管 哎呀 雞皮不能吃 豬腩不能吃 哎呀 豬油不能吃 但你有沒有發覺 我們吃豬油的爸爸媽媽 或者爺媽媽 阿公阿婆 他們那個年代好像 一聽到癌症已經是很大件事 因為為什麼 因為少一點人有癌症 還有少一點人有心血管疾病 但是呢 現在呢 很多人 多到不得了 這樣 OK 為什麼會這樣 就是 嗯 There must be something OK 那 椰子油是好的 為什麼比較見椰子油 嗯 過很多次 因為92% saturated fat 飽和脂肪 因為它沒有單拖 沒有單拖 就是沒有狐狸精 沒有狐狸精 就是它不會搶你的老公 或者你的男朋友 明白嗎 這個狐狸精 就是所謂的 單拖 沒有那個carbon粒子 OK 那它就要揮 carbon粒子 那carbon粒子 就套用在這個例子上 是你的老公 或者你老婆 或者女朋友 男朋友 所以呢 它是最穩定的東西 夜之油 夜之油不需要看我加工 你擺在這裡 啊 你可以擺很多很多年 它都不會壞 OK 所以夜之油是非常之好的 背景都有人知道 因為我現在有一個resort 那 很漂亮的外面有一個泳池 OK 好了 那我們繼續說吧 好不好 好 會悶到抽筋的 I know that 因為我想盡辦法 想令它變得更有趣 I just can't because it's really boring OK 好了 很多人就說 膽固醇膽固醇 食脂肪會引起膽固醇 Yeah 剛才不是說了 Lipoprotein裡面有triglyceride 三酸 就知道 嗯 然後它還有 Foxalipids 還有 Fat soluble 好害怕 Well don't be scared 不用怕 我死了沒有 我沒有 OK 因為呢 這個再體 即是叫做 嗯 叫做Lipoprotein 它到處走 它全身這樣運行 它載著五個乘客 五個乘客裡面 其中一個是三酸金毛芝麻 因為它到處放它 以及它載它上去 去肝度 去脂肪細胞 所以乘客之一 一個是膽固醇 所以你血裡面抽到多了膽固醇 是沒有問題 多了膽固醇 不代表它會塞你血管 你明白嗎 這條街 有人 多人 不代表各個都是賊 或者是強姦犯 雖然是 人當中是有殺人犯和強姦犯 但不代表多人的地方 就一定有殺人犯和強姦犯 你明白嗎 所以就算你的血量多了膽固醇 不代表那些膽固醇 就是會塞你血管 因為 不會 OK 還有如果有看過之前幾集的 就是 有一個很精彩的quote 我可以就這樣說 但是我照說給你看 那這個就是 那是誰說的呢 就是 Ancel Keys 在他92歲的時候 就是1997年 他那時候是 University of Minnesota的榮譽教授 他不是就是跟你說 不要吃飽黃脂肪啊 金折合的底部要吃炭水化合物的那個人 我不是跟你說 他當年提出了這件事 說贏了很多獎聲 上了泰文財神封面 98年 OK 之後 他用了30年時間 他住在意大利的一個小鎮 他每天喝橄欖油 他最終活到100歲 OK 好了 這個人在他晚年的時候 自己說要推翻 自己曾經說過所有的事情 但是 都是那句沒有人登 為什麼沒有人登 因為太多人 投資了太多錢 在 碳水化合物 糖分的飲食 和 Well Let's be honest It's good for business OK 你班人如果不斷吃碳水化合物 和不斷吃糖 的話 上癮 糖上癮 是一件很真實的事 你戒糖的時候 你是會 哇 有很多反應 不行 我睡醒一定要馬上吃東西 不然我會血糖低 No you won't OK 我睡醒去到下午才吃東西 有時候我去到夜晚才吃東西 我暈倒了沒有 我還沒暈倒 為什麼會這樣 為什麼你會覺得你會 血壓低 或者你會暈倒 是因為 你被胰島素挾持了 胰島素挾持你的時候 他不讓你去找脂肪 因為他要霸佔你 所以 你要破壞 the chain 你要打破這個宿命 就是你要跟他鬥長命 即是說 我要戒澱粉 我就真的放缺爪下去 我常常說 你試三個月 你試半年 如果你覺得 沒有用 你就知道我吃飯 I don't care but give it a try 你先試了 但如果你做過三個月半年 我就不敢認認真真地做對它 不要就是 我今天吃了半塊 多吃 不要緊的 我明天吃了三個壽司 不要緊的 不要 你如果要做三個月 或者半年去試這件事 是否真的這麼小 這麼好 會令到你有精神 睡得很少 腦子也不會輕 然後以前看不到書 或者以前看來看去都過一行 現在突然之一目十行 一天看一本書 好像五黑劍一樣 如是等等 皮膚又好了 腰又細了 如是等等 如果你想這樣 You know what? Do it the right way 如果你不肯定你做的事 是否正確 那你隨便吃一頓飯 都八百五十元 那你不如試試和我見一次面 Let me tell you What you're doing is right or wrong 我會跟你說 認真地告訴你 你做的是正確 或者是正確 有一個朋友 不開全名 英文是CA A字頭的 OK 那我就說 請問你可不可以回答我 我的腰最近更胖 OK 好了 我其實經常都會收到這些訊息 說真的 那些訊息就是 你可不可以幫到我這個病 你可不可以回答我 我怎麼脫頭髮 你可不可以告訴我 我為什麼我的腰肥了 我為什麼睡不到 OK 首先 我真的很想幫你 This is why I'm doing the show OK 我為什麼做這個節目 我都說 這個節目永遠是免費開放 永遠都是每一個星期 OK 除非我太沒辦法抽到時間 所以我一定會做這個節目 去分享我 所知道我懂的東西 或者我的經驗 給大家聽 好了 我沒有能力醫療的病 我沒有一個醫生 我不可以make such a claim OK What I will say is 我share with 你的knowledge 我和你分享我所知道的東西 我的知識或者我的經驗 是去幫你的身體 用最佳的狀態去治癒 我經常都說 你不要以為你吃感冒藥 是有感冒藥令你康復 那個感冒藥其實是令你 有得休息 有得休息 身體會啟動治癒機制 但是我講的事情 譬如愛知病人 因為他本身的免疫系統 compromised 就是免疫系統已經down了 所以 什麼的感染 什麼的病毒都可以取名 OK 那 是不是食藥才能治癒外知病 大家知道答案是什麼 OK 所以 記住 我們不是缺少 止痛藥 所以頭痛 我們不是缺少化療 所以要生癌 不是的 你身體是有治癒能力的 但他為什麼會不治癒呢 是因為你有東西阻礙他 即是有個路隙在這裡 OK 我走不到過去 因為有東西塞住我 我為什麼未去到 見你 因為我塞車 前面的車阻礙我 明白嗎 你的身體想啟動他的治癒機制 但他啟動不了 因為 你的生活裡面有些東西 是阻礙了他 我希望你記得這個概念 不要覺得 我不舒服就吃藥 我不舒服就吃藥 我發覺 都挺多這些人 and I'm quite disappointed quite sad 因為我覺得 你的身體其實 希望你respect他 他比你更加知道 他知道他要做些什麼 所以為什麼你病的時候 你會沒有胃口呢 因為你的身體在告訴他 Hey Let me do my job OK I need to deal with this first This is more important OK 即是你病的時候 你不想吃東西 你的身體告訴他 等等 OK 我有些更加重要的事要做 你不要搞我 但不知道為什麼 我們什麼時候開始 有些很錯的消息 你要吃東西 三餐要定時 但我們的祖先 我們的直立人祖先 在舊石器時代 即Paleolithic times 他們有沒有三餐定時 沒有 你知道三餐定時是什麼時候開始 是工業革命之後才是這樣 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工時加長 所以他才要中間再給你一頓飯 因為擔心工人沒有飯 吃 然後疲累 沒有力做事 因為工業革命 很多機器 需要人手去man 去operate 所以工時長了 給你多一頓飯 如果你看回沙士比亞劇 他們都是 summer summer就是晚飯吃九點鐘 他們會是早上一頓 然後全日到晚上 當然沙士比亞的時間 就是在工業革命之前 好了 好了 現在回覆一點 因為我要說這些 這麼悶的事 所以我留到最後 但是 回答剛才CA字頭的女性朋友 或者其他那些 我的頭髮怎麼辦 我 有什麼問題怎麼辦 那些 你可以治療我的病 我治不到你的病 記住 但是我可以用什麼去幫你 我可以教你 可以幫到你身體治癒的飲食方法 OK 我可以教你有什麼草本 OK 包括中醫藥的草本 印度阿裕維陀的草本 以及西洋的草本 比如有些草本叫Hyssop Hyssop 不是在中醫裡面的 但是Hyssop很好用的 好了 然後譬如 黃疆 黃疆本身是阿裕維陀的 不是中醫的東西 但是因為現在世界 就是通行 所以 所以 大家也有 所以 如果你覺得 中醫中藥很需要的話 你想想 如果你可以把這個世界 擴闊到 全世界的草本 都包括在裡面的時候 那就更加需要 所以就是說 好了 如果你想 我幫你 你給我機會 我和你面對面談 我會需要知道你的所有事情 你每天吃什麼 喝什麼 你怎樣睡覺 睡多久 睡成怎樣 你排便排成怎樣 多久排一次 排的量是多少 顏色是怎樣 形狀是怎樣 除了排便 有沒有其他排毒的方法 你有沒有做什麼運動 多久做一次 intensity 是什麼 你有沒有吃什麼補充劑 愛茶內服 我都要知道 當我知道了這些範疇 這六個範疇 我就可以 你能預測到 估計到 他哪幾樣東西 裡面 阻止了你的身體去治癒 那 這六樣東西很重要 因為我告訴你 這六樣東西就是 你誠也消河 拜也消河 就是這六樣東西 他可以令你很健康 他也可以令你健康很大 所以就是說 你腰肥了 CA朋友 我要知道你最近吃了些什麼 OK 好了 不只是一天 是一段時間 可能一個星期兩個星期 吃了些什麼 OK 好了 喝了些什麼 怎樣睡覺 吃了些什麼補充 做了些什麼運動 Give me the whole thing OK 我需要知道所有東西 即正如 你找一個普通人的 師傅去算榴槤 他會問你 煉月日時間 OK 但你真的是黃大仙 你可能就這樣跟他說 我要求置身 這樣 但可能求千尋 都會跟你說 你也要說你叫什麼 還不是住哪裡 出生煉月日 因為你就這樣說 你可不可以幫到我這件事 或者我的腰肥了 我真的不知道你是 吃錯了些什麼 或者是 有沒有其他原因 絕對有可能 是野食不對 譬如我有個朋友 他說 我生龍珠肥了7磅 我連我的朋友看我肥了 那你吃了什麼 你告訴我 他說沒有 我跟得很足 然後問問問 原來他每天都有喝 Cappuccino 裡面有鮮奶 OK 問問問 原來他有吃過沙律 沒有是軟的 叫做石榴汁 Pomegranate OK 很甜的 那你現在明白了吧 OK 當你有這麼高的脂肪 加這麼高的糖 它就馬上變成儲存二 儲存二 OK 所以就是 對 它是錯的 它不成功 OK 好 所以 I need more information 所以 不是我不想幫你們 是我需要多些東西 好 我們現在繼續正經 現在40分鐘才進入整體 那就是 為什麼大家會有這麼強的印象 飽和脂肪會對我們不好 明明它是五個乘客 即是那輛的士 是舊版 可以坐五個人 不是四個人 五個人 只有一個人 是 膽固醇 即是你當那輛車 連同司機對女人 OK 只有一個是男人 你不能說那輛車全部都是男人 所以我就說 為什麼膽固醇測試 不可以叫膽固醇測試 只可以叫膽固醇測試 就是這個意思 OK 因為它明明那個測試在測試五樣東西 你不可以當作膽固醇測試 因為它只不過是其中一個 即是車裡不只有一個男人 你不可以說整輛車都是男人 OK 好了 但大家為什麼會有這麼強的印象 就是說 這個飽和脂肪會塞我們的血管 是因為兩個途徑 而兩個途徑我告訴你 都會有膽小的 第一個就是 The Surgeon General's Office in the United States OK 那中文呢 我不知道有沒有朋友幫我翻譯 就是那個什麼 外科醫生 general's office OK in the United States OK 第二個就是 Professor's Law at Wald OK 是 這兩個所謂的權威 去告訴你 哎呀 飽和之光 會失血管的 不要啊 不要吃 一定要鼻枝側吉啊 這樣 OK 好了 這樣 我現在就 Debunk了 即什麼叫Debunk 就是我拆解給你聽 OK 好了 拆解了 那這部分是什麼呢 就是說 在1988年 The Surgeon General's Office OK 在那時候呢 他就覺得 因為Ancel Keys說 The Die Heart Hypothesis 記住喔 到今時今日都叫做Hypothesis 因為他由始至終都證實不到 所以叫做Hypothesis OK 對了 飲食和心血管疾病的假設 就是飲食就是飽和脂肪 心血管疾病就是動物觸氧硬化 就是飽和脂肪引致動物觸氧硬化 DONE 這樣 假設 好了 因為1988年 就是一個大日子 就是Ancel Keys這件事 所有的Seven Country Study 七國調查 他明明篩走所有對他不利的資訊 只找對他有利的去支持他 然後Time Magazine又找了他做封面 這個時候 The Surgeon General's Office 就說 嗯 這件事是正確的 嗯 正確的 所以 所有其他人 都不用說聲了 我們就是 condemned saturated fat 在我們的角度 我們這個 Surgeon General's Off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的court 就是這樣說 就判斷了 飽和脂肪是 心悦管疾病的月空 這樣 就放在牢房 這樣 判死刑 所有人以後都不准吃他 OK 好了 十一年之後 OK 他發生什麼事呢 就是 他們 就出了一個報告 OK 這樣呢 與其他報告 在我畫一封信 OK 就說 The Office Did not anticipate fully the magnitude of the additional expertise and staff resources that would be needed 蛤 就是什麼 就是說 我們當初是沒有 完全估計到 去證明這件事是需要 要投放的資源和人手 這樣 那你當初就不要說這件事 好像確認了是事實 因為 當日是一個假設 今時今日還是一個假設 然後擺了十一年之後 他發覺 真的證實不了 我們其實 當初沒有估計過 要擺這麼多人手 和時間 和資源下去 這樣 你說這件事是否真的 愚蠢 還是一個點 你們知不知道 其實在這個 十一年之後 1988年加十一年 就是 2009年 2009年 有沒有記錯 沒有 對不起 1988年加十一年 已經不是 是1999年 對 到現在你都沒有聽過 你知道為什麼 因為 因為 我說了一個比較黑暗的內幕 就是 我想大家都猜到 因為 對於商家來說 他賣糖 是比賣脂肪 更容易 我之前舉了一個例子 你吃一條吞拿魚 你不相信你真的是千兩 或者是元綠 元氣 你叫吞拿魚赤身 和大吞拿魚腩 你看那個間鎮相差多遠 OK 脂肪在一個動物身上 是最難得到的 最難得到的就是脂肪 因為你放在最多的錢 它才能儲存出來 所以 它直接賣糖給你 一糖是無限的 這麼多 都可以 脂肪很難 OK 所以 商家 就算在2009年 即1988年加11年之後 明明 The Surgeon General's Office 都已經出了這件事 它還是靜靜了 大家都未聽到這件事 OK 好了 接著 我再講一件事 OK 接著 Bill Harlan of the Oversight Committee and Associate Director of the Office of Disease Prevention OK 這樣 我認不到中文 你等字幕 如果 Sorry 我真的認不到 它說什麼呢 The report was initiated with a preconceived opinion of the conclusions 就是說 他們當初這個報告 是基於他們對於結果的假定 他假設 會是這個結果 所以他有這樣的結論 就是 我假設 舉例 我假設我下年會結婚 所以我現在買了婚紗 你明白那個意思嗎 11年之後 他發覺 11年的我 11年後的我發覺 原來我還未嫁得出 11年前的我以為 我 10年後 Sorry 再說一次 11年前的我以為 我一年後會結婚 所以我買了婚紗 怎麼知道11年之後 我現在還在單身 還未結婚 明白嗎 即是他的個案是這樣的 好了 But the science behind those opinions was clearly not holding up 就是說這個die-hard hypothesis 背後所謂的科學 其實是證實不到 支持不到這個說法 Clearly the thoughts of yesterday We're not going to serve us very well 就是說 很明顯地 就是 昨日的觀點與角度 今天已經 不太好洗了 OK 如果你要我幫你翻譯的話 就是 我們搞錯了 我們老點了你11年 這就是一個很充足版面的解釋方法 經過11年之後 The surgeon general's office in the United States 是找不到任何的證據 任何 信我 如果找到一丁點的證據 飽和脂肪 是會塞你的血管的話 它會跳出來要模樣 我們很厲害 這樣 沒有 是一句都找不到 一粒都找不到 塵都沒有 OK 所以他才會寫的信 我們想不到原來要投放那麼多人手 資源 所以 嗯 我們錯了 但他不會說 I'm sorry we were wrong OK 所以 所以 這個時候 都要剪掉 你的醫生可能還是跟你說 不要吃雞皮 不要吃豬腩肉 煙肉 那些 我這樣說 醫生也是人 OK 他們訓練的時候 都仍是under那個印象 under那個影響 所以 他的理解仍是那個時代 那 你看到 其實 2009年 也已經說 99年已經說 不是 但是 99年說出來 第一 你發覺 人說對不起的時候 說得比較小 OK 罵人的時候大聲 為什麼 因為沒有人想 認他自己的錯 因為 它對自己的錯 對自己的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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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你不會聽到很多 第二 就是 商家鋪天蓋地的錢 嘩 去令到你愛上他的產品 去令到你對他食物上癮 你猜他願不願意就這樣放棄 你覺得商家 會不會為了你健康 而他不賺錢 No they won't so they want you to be addicted 他想你繼續吃糖 菊蜜 麥皮 you know 有吃這麼多 就這麼多 任何賣東西給你的人 都會告訴你 他的產品有多好 賣花棧花香 我們聽過 是吧 任何東西都會告訴他 有多好 你看明師 裡面有什麼 只能告訴你 他的果糖 可以令你脂肪乾 OK OK 好了 我會告訴你另外一個 professors 的 Law and Wald 的 他有一個很棒 他們come up with 一個名字 叫做 Teloanalysis 這樣 他自己發明的 OK 如果英文 比較純熟一點的朋友 聽起來都會笑出來 provides the answer to studies that would be obtained from studies that have not been done and often for ethical and financial reasons could never be done OK 這個東西呢 我橫看電體 打橫看 倒轉看 翻力成十七個文字 我都不會明白的了 一個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 Teloanalysis 就是這個形容詞 這個名詞 就是說 它會提供這些答案 是你做研究會得到出來的 但這些研究 基於人道 或者經濟理由 是永遠都不會做的 簡單來說 我永遠都不會做這些study 但是呢 如果我只要做這些study 一定會得到這個答案 就是說 就是說 我想說一個很粗俗的 就是說 如果我媽媽生我出來 是有 下面有男生的那套東西的話 我一定是 最厲害的 全世界 你明白嗎 我一定會是 嘩 最厲害的 一處晴天 一定是 哇 可以 灌注全球的 如果我有 JJ的話 但我沒有 但如果我有 如果我們做一個study 的話 他一定會得出這個答案 但我們基於人道理由 以及經濟理由 我們不會做這個測試 這個study 知道嗎 這個就是 我聽說氣都猛 這個 Professor OK Law and Wold OK 他們呢 就是 這個 所謂的權威 就是 God help you people If you want to believe in this OK 好了 今集會長一點 還有九分鐘 我盡量說完 OK 我之前提過一個人 叫George Mann OK George Mann 記不記得他是誰 他是 Ancel Keys的一個 Key Researcher OK 他說什麼 他study了 我之前說過的 OK 在肯亞 Masai 在一個七幾年的時候 去study他們 他發現他們是 吃最高的膽固醇 吃最高的飽和脂肪 但是他們的心血管疾病 是零的 如果一聽過之前 我和 吉利寶町 講椰子牛那一集 我們都講過其他例子 太平洋島嶼 大西洋島嶼 上面 又是喪堆椰子牛 椰子肉 椰子 椰子 他們的心血管疾病 是零的 OK 是開島以來從來沒有紀錄 很誇張 很誇張 所以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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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 OK Dr. George Mann 在《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他形容這個 Diet Heart Hypothesis 他當日的老頂 他老闆 Ancel Keys的 那個所謂的 飲食心血管疾病 假設 Diet Heart Hypothesis 是 the greatest scam in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是人類歷史 Sorry 是 醫藥歷史上最大的謊言 最大的騙局 scan OK 好了 所以問我 你還怕不怕吃飽和脂肪 bring it on bring it to me I will drink I will drink coconut oil I will drink coconut oil 你想我表現喝給你看 Yeah I can do that OK 那我再舉多幾個例子 So we will close it up OK 好了 有一個 大家猜一下是甚麼情況 十二年 另外一個study 十二年 飽和脂肪是很嚴重地被壓低 不准吃 少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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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水果和魚 你可以吃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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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guess what happened 心肝管疾病是三倍 幾何尚 這個是甚麼呢 就是二戰後的英國 OK 那時候他們是有一九二戰後的英國 After World War II 很精彩 是一個rationing 他們當時就是做 Yeah 三倍 你吃水果吃魚 但是呢 Well trumbled 即不是quatrupled but tripled 三倍 OK 另外一個 大家解釋不到 醫學界解釋不到 就是甚麼 就是說 Hey French Paradox OK 梢圈胸 請改善畫面光線 暗黑看得很辛苦 不如你不要看畫面 如果是這樣 我按光了我的螢幕 It seems a little better 但我又會怕我的電腦沒有電 OK 那你看得很辛苦 你不如不要看了 唯有你聽聲音 不想你那麼辛苦 OK 因為我現在在這裡 就是沒有辦法 這個地方室內 就是這樣 對了 非常之黑的 我希望大家 著重在內容上 因為內容呢 其實我是花很多時間去做一個research 但是我花很多時間去讀 去記 我今天是一早起一心 上了十幾個小時的課堂 但我會滿足我的 promise 去在這裡 去分享和大家 那我希望大家 注重在一些重要的東西上 不要注重在 你今天的樣子怎樣 你的頭髮怎樣 你的衣服怎樣 那些不要緊 因為 說真的要看美女 你不要看我 對不對 還有我光不光 暗不暗 其實跟內容沒有關係 我知道我們會覺得辛苦 但是如果你真的覺得這麼辛苦 你可以 不要看樣子 直接聽聲音 好了 醫學界也從來都解釋不到 就是The French Paradox OK 就是所謂的法國式吊詭 那就是說 為什麼他們可以吃這麼多的飽和脂肪 更多於英國 OK 多於美國 是的 他們又不是不斷地去做健身 做健身 做健身 上去吃煙 是的 還有他們的膽固上 你最擔心的是LDL的水平 跟我們其他地方一樣的 那為什麼 是的 他們的心血管疾病的數量 是英國法國和英國比 是三分之一 OK sorry 四分之一 然後就說 因為他們喝紅酒 美國人不喝紅酒 OK 他們吃很多蒜頭 其實我想告訴你 做一些 我們看的那些真的研究 其實保護你心血管疾病的能力 是 等於沒有的 你跟喝水一樣 OK 如果它有效果 它效果跟水一樣 如果你要說的話 法國人 他食用的飽和脂肪 是比任何歐洲國家都要高 所以我們覺得 哇 法國菜很好吃 Yeah they cook with butter Everything is cooked with butter OK 還有Duck fat Goose fat OK 你吃米枝連性的小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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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的 那些 這就是脂肪 OK 所以味道很好 法國人是全歐洲吃得最多飽和脂肪 但他的心血管疾病是最低 第二個心血管疾病低的國家是誰 最低是法國 第二是瑞士 瑞士是全歐洲第二個食用飽和脂肪高的國家 我再說一次給你聽 食用最多飽和脂肪的是法國 食得第二高飽和脂肪的是瑞士 而最低心血管疾病的是法國 第二低心血管疾病的是瑞士 你有沒有看到這個關係 好了 繼續 如果你說 我之前和寶丁都說過 吃齋好 吃齋好 健康 我不是說吃齋不好 但如果你以為你吃很多 因為問題是你怎樣吃 關鍵是 現在我想告訴你 我之前試過跟一個印度人吃齋 婆羅門 他們是神聖血統 他們說自己是失婆神的後代 你一定要吃齋 我跟一個印度人去大陸幫他做翻譯 談生意 他是一個朋友 如果你知道印度疾病 三大病是什麼 就是糖尿 基本上我告訴你 每兩三個就是糖尿 然後是心血管疾病和癌症 這三個率 你可以去搜尋 他們的癌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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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是雪碧症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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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澱粉的分別 因為所有的植物性成分都有carbs 但是肉類基本上是零carbs 你問我 其實人類本身是雜食的 We are neither carnivore 即是肉食性動物 nor herbivore 即是草食性動物 我們是onivore 即是兩樣東西 所以我們有這些牙 亦有很平的牙 剛才提到印度人的心血管疾病 糖尿病很高 但愛斯基摩人高飽和脂肪 很高飽和脂肪 八成 但他們的心血管疾病是低的 我不會說零 但很低很低很低 以前曾經是零的 但自從他們可以接觸西方飲食之後 我會說現在有什麼不同 好了 然後繼續說說說 我可以給你看看瑞典 我會找到的 給我一點點時間 大家留著言 我會找你看的 但我需要一點點時間 我找到了 看不見到 OK Yeah Butter consumption up and heart attacks down in Sweden 我之前聽節目有一段日子的朋友都知道 其實我舉了這個例子很多次 OK 甚至當時你在瑞典報紙都會看到 你買一部奧迪送牛油給你 你會覺得 蛤?你是不是反過來說 是否應該是我買牛油 我可以抽獎 有機會抽到奧迪 不是 為什麼會是買奧迪送牛油呢? 因為牛油買不到 因為LCHF LOW CARB HIGH FAT 就是KEDO 是被奉為瑞典的國家飲食政策 所以全世界衝去買牛油 就買不到 好了 你看到這個圖 就是講什麼 我教你怎麼看 就是黃色線 就是牛油的攝取量 這條線越高 為什麼藍色和紅色越低 藍色是男人 紅色是女人 你會發現 那時候牛油吃得少的時候 心血管疾病是高一點的 你看到嗎? 高一點的 OK 你看到這個位置多高 男人特別受影響 因為跟他的荷爾蒙有關 我稍後再解釋 但它越黃色越長 反而 反而兩條線 就跌得越低 看得到嗎? 飽和脂肪了 OK 好了 我再講一點 就是有一個研究 在2005年 不算太久之前 28,098個 中年的男女人 分開了四個 就是由很低到很高的脂肪攝取量 那個時間的研究 是做了6.6年的 他們出來的結果是什麼呢? 那就是 saturated fat showed no relationship with cardiovascular disease in men OK 對了 明白嗎? 對 已經說完了 沒有relationship 其實Ancel Keys已經說了 我也不明白為什麼 所有的老祖宗都已經說了 膽固醇 食物的膽固醇和血液裡的膽固醇是沒有關係的 但你們還是要害怕的 都是那一句 Lipoprotein 就是五個乘客其中的膽固醇 而膽固醇是身體必需要的修補物質 那你怕什麼呢? 其實你是怕它會成為動物觸氧硬化 但我第一集好像心血管系列 都有講過 其實日本的人和美國的鬼佬 動物觸氧硬化的數量 有一個研究的發現 其實沒有什麼分別的 為什麼心血管疾病的率少那麼多呢? 為什麼有別的因素呢? OK 好了 這樣就 我想我剩下的 我下一集再講 對那句 心血管疾病是一段時間都沒講完 但開了頭就有個很好的結尾 所以就 多謝大家的耐性 今天做了一個小時 如果你有朋友還未訂閱 Youtube提供他 但如果他訂閱了Youtube 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我還有這麼少片照片呢? 因為他不知道Youtube還未放上去 因為在加字幕 你提供他要去like forum OK? 好嗎? 再講 如果你想要我做健康資訊呢? 不只是針對飲食 針對很多樣東西 就是 總之 你告訴我 你的問題 你的關心是什麼 I will do everything I can to help you OK? 我會把我的知識和你分享 我不是只在生酮這方面 但我 看到你 我都會說服你去生酮 因為我覺得這個很重要 因為生酮在上面 這個咖啡罐腸是幫助你的肝臟清除毒素 OK? 因為你的肝臟用了這麼多年 吃了這麼多的果糖 吃了這麼多的藥物 OK? 那你需要幫他排的 將毒素排出來 還有這麼多的重金屬 從海洋食物 OK? 接著是紅茶菌 因為我們吃這麼多的消炎藥 其實我們的抑菌在腸裡死得七七八八 而且不僅是我們 我們媽媽、伯婆、阿爺、阿嬤 由於他們都吃過脂炎藥 所以 已經吃得七七八八 沒有什麼 而且我們吃的肉類有很多脂炎藥 所以 喝紅茶菌是很重要的 OK? It's an everyday thing 每天都要喝 我可以答應你 我的紅茶菌是生酮酮的 而且我們不是不斷發就算的 不斷這樣做 我保證不到它有活性 所以我會拿一些純的菌種回來 接著是會發一塊枕頭那麼厚的 然後讓它去吐 然後我會丟 然後再做一塊新的下去 確保活性是足夠的 而且我知道有人很關心 你會問裡面是否有糖 你要知道發酵過程必須有糖 因為糖分是抑菌的食物 但是一旦變成抑菌之後 那些糖分已經沒有了 OK? 即是糖是變成M-Sign 酵素 以及成為了抑菌的食物 被它吃了 所以大家不需要擔心 就說我喝了紅茶菌 我會不會破糖 不,它不會 你不需要擔心 它是很少的 剩下很少很少很少 而且我發酵的時間 是30天 一般人不會發酵到30天 但我發酵到30天 像我所說 每次我換一塊 回去 換一塊下去 以我由純種的菌霧 去吐出來 你平時吐的不是純種的菌霧 即是會有加其他菌霧 所以為什麼有些人吐吐一下 它的菌霧會變成黑色 或者會有洞 因為它不是純種的菌霧 而菌之間可能會打架 會欠資源 而我的是純種的菌霧 去確保活性夠高 因為我要確保 用我紅茶粉 喝我紅茶粉的人 是得到最大的好處和效果 所以我希望你們可以結合三樣東西 生酮飲食 我也可以訂餐 全部均衡 平衡好營養成分 主要是用精煉的椰子油 238度的燒焦點 然後裡面全部的東西都是生酮 包括現在我們有生酮雞蛋仔 我過兩天會放出來給大家單獨買 但是現在是跟餐 忘記 有些生酮的麵包 麵包條 甜品 所以如果你想自己煮 Fel free to 你不想自己煮的話 你可以訂我們的餐 然後我希望你可以做咖啡罐腸 做密一點 那就是那句 我現在是一滴妝都沒有化 但我仍然 我仍然不漂亮 我仍然不漂亮 但當然化妝會漂亮一點 但我仍然不擔憂 我仍然不擔憂 以我的年紀 我現在沒有皺紋 然後不化妝 不嚇人 比我年輕的時候還好氣息 我覺得 I'm very grateful 我仍然歸功於生酮 OK 然後 做咖啡罐腸幫助你的身體 你的肝臟 你的腸胃 排出毒素 清乾淨之後 補充活性很高的紅茶菌下去 令到你的腸道有很多的抑菌 去支援你的大腦 支援你的免疫力 OK 拜拜 拜託